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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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着压力开始创业 周海云没有丝毫的退缩 他很快就找到了几位合作伙伴 开始租赁厂房 购置生产设备 但由于没有经商的经验 资金链很快就断裂了 因为我们并不懂得 当年股东们的股东们录取离开时 生产设备连调试都还没进行完 这对于周海云来讲 无疑是雪上加霜 如果不尽快让机器运转起来 那将是彻底的失败 信心是一双隐形的翅膀 这双翅膀就是周海云的信念 力量和勇气 即使当时为了保护未投产的设备 他不得不睡在车间的地上 也没有让他停止 对成功的追逐和渴望 反而总结出了自己的企业文化 既能当老板 也能睡地板的双方文化 遇到这种情况 一般人可能都承受不了了 但周海云却依然乐观的说 这点苦比部队差多了 只不过一个是费精力 一个费体力 拿精力和体力来做比较 还得从周海云当年 刚被调到教导队的时候说起 教导队是个停止单位 它讲是一个云集单位 只是它是没有长期的人 在这个地方的 它就是提供通信员 提供文书 提供吹事员 还有几个为粥的 就全部牵走了 我一个人为了四十多多钟 然后我一要早上 又要做饭 上午要去买纸料 下午回来为粥 我们两个是 那个上边做的时候 他装纸料指定装 停电五灯 我每天都去装纸料 每个山里头一次纸料 把车结费了 后来 我们家都决定生活 去学了局势 在这个时候 拿到加持集招 学为了局势 很忙很累的时候 周海云都会把他 当作是充实自己的机会 而在部队养成的 这种爱学习的习惯 在他的创业过程中 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部队的感悟也好 原地实现 所以说 你看我 这位小伙伴 你销售不行 你要去销售 财务不行 财务生产 不必就去生产 研发的时候 建业产品 你还去跟这些专家 杀不杀就请教请教一下 谁又在实战中 你才是学费 怎样 这种在任何逆境当中 也能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的本领 让他很快就从睡地板 又变回了当老板 为了让工厂尽快投入生产 周海云到处筹集资金 也到市政府围绕 衡阳农业的特色和特点 寻找国家政策的支持 终于 他的坚持不懈 打动了市政府的领导 尤其在了解到周海云 是为了有益于查农 稳定性增收 而放下了公务员的铁块碗 下海经商时 立刻就给了他符合中央和国家 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 有关政策措施的所有支持 周厂和土地的相关司令 政府都给了很多的优惠 第二个就是行政审批的时候 给了他很多的减发手势 就是他办这个情形 办得很容易 第三个就是我们试试了 部分的材质和农业开发资金的 新代的补提 市领导的关心 给周海云打了一针强心针 而银行现场办公所支持的资金 更是给即将倒闭的工厂 注入了新的活力 终于凭着坚持和努力 周海云再一次站起来了 开始了二次创业 这次他更加坚定自己的方向 在对企业全盘布局后 制定出了一个五年计划 那么我们自己的第一个 五年发展规范的 创业年 管理年 品牌年 事故年 商事年 这个一个过程就完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完 我们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 发展规范来做 就是包括销售手续诊 要发发等等 包括品牌 包括市场的品牌商业率 有了资金支持 制定了五年目标 周海云的企业 可以继续稳步发展了 所有关心他的人 此时都感到很欣慰 周海云又站起来了 然而就在大家 暗暗为他叫好的时候 他竟然从刚筹到的 三百万资金中 拿出两百万来 给产品做广告 这个动作让所有关注他的人 瞠目结舌 或许拥有坚强毅力的人 老天会多给一些劝顾 这种常人看似傻气的运作模式 竟然获得了出乎意料的收效 周海云在第一年的一个半月时间 就完成了整个湖南市场的招商 而当时他的创业团队 所有人加在一起 总共也才26个人 由于业务不断的拓展 周海云需要不停的招贤纳财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仅是用真心 更是用自己执着的梦想和行动 为他的金拓天这棵梧桐树 招来了众多的金凤凰 他叫卢彦杰 曾经是湖南省保险行业业务状元 现在是公司里负责 连锁专卖店的总经理 说起当时周海云邀他 一起冲刺创业版的情景 到现在依然印象深刻 其实他找我了有四五次 最终是最后是那一次 大概是第五次 他一起吃饭的时候 跟我说了他以前的怎么创业 怎么与时间散发 怎么样子睡草棚 怎么样子去自己去背 那个经历我深深地打扮了我 这个人他是给我第一次的印象 就是那么没有一点价值 还比较谦卑的一个人 眼前就是给我感觉 就是突然一下子形象很高大 很有志向很有抱负 而且很希望一些有志之士 就是人才来加盟 来跟他们一起来发展这个事业 但是这跟我们印象就非常深刻 正是这种用心的对待 员工们形成强大的团队凝聚力 这种力量使公司发展异常迅猛 周海云在湖南磊阳的生产基地一气工程 从破土洞工到产品下线 仅用47天就如期完工 公司员工们的工作状态和速度 像极了军营里的战士 在京都天有很多东西 都还是沿用了军人的一些作风 特别是董事长 他这个 像我们员工一进来的话 就要经过军训 我们现在我们宿舍的 被子敌方还是按照军队的德服快 这个几率方面 都是我觉得还是有部队的影响 结局我是一军人 所以我对军人有着特别的感性 我特别喜欢军人 特别喜欢年轻的军人 一可以打 一可以追 三可以动 就是真正能够做到的 金与水 行与风 风与通 行物叫金与水 能够一行进行 看起来非常平稳 风起来之后 它像风一样 有速度 是权达你的子敌 那这就需要一个企业 要有一种良好的 培序平台 和对每一个员工 有着非常好的揭发的工法 让它 你看到目标 你看到方向 不像我当年创业一样 一起掉 平时我们还是 在这个交流当中 有些考虑 这方面主要大家 感觉到呢 在部队和地方 肯定有差异 但是它也有很多相当的地方 比如说 一些围围团 部队 要提高部队战斗的 九仙就要帮我们的 干部战斗的 尽力就要不提高 那么做一个职业的时候 还有学院 我 稳定这个员工 对我 我一个员工 我想着 我是支链的员 支链发钱 我发钱 支链进步 我进 员工 这这个老板 这个管理人 因为一体 这个事件呢 这是他的那个 创造财固 我最爱的一个资源之一 有效整合合理利用 周海云给每一个员工搭建起一个发挥自己特长的平台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公司渐渐附上了正轨 但真正让金拓天有志的飞跃 还是在05年 周海云把金拓天这朵墙内花开到了日本 那年周海云到日本考察 并与日本ITBS 签下了每年出口千吨山茶油的合约 国际金融的融入 使他缩短了创业的过程 然而就在周海云在日本招商刚刚成功的时候 公司里却发生了一件十万火急的事情 那个时候 阿科夫内部住了一个一万多件的订单 离发货的时间 等多也就是五天了 当时我们老板在日本 家里的资金还没找了 我们第一种 我们办公室去给我们 就大家 把那个 你家臭十万 我家臭五万 然后把公司一部分资金 凑起来 这私人家里拿钱 把这个原油够回来 把这个订单 发出去 这个契议好像这是我们自己的 也没说分你 没说我们是打工队 他是老板 他对这个事情大的工程来做成的做得好 在周海云创业五年间 这种事情曾经发生过很多很多 因为员工们都把公司当作自己的家 但家长周海云高强度的工作状态和节奏 有时也会让家庭成员们小小的抱怨一下 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可以说是恨他 是吧 但是有的时候呢 也觉得也确确是可以理解 特别是一个创业不久的公司 如果要想在这个市场竞争中 那个能够占到先级 或者是能够有一期之地 只有拼命了 这个过程中呢 其实大家有怨言 但是也有收获 应该客观是这样说 有怨言 但更多的是收获 周海云在管理员工时 并不是只一味地要求严格 当任何一个员工遇到问题 需要帮助时 他都会及时地伸出双手 把爱像一束阳光一样洒出去 善用言和爱 靠的是经验 因为周海云自立在部队时 也曾是这两个字的受益者 我的字写得这么好 我教的缘也有个大功劳 教的缘好饭的 一个字没有喜好 就是我背上打一下 一个字没有喜好 就是我背上打一下 我每天把一个老口给他打 冲着钥匙 那时一天写的 写的没个毛笔字 你没个干笔字 他的字写得非常好 大本一学不喜好字都不喜 原来我很多对他的很多作法 不理解 他对我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一个什么重大事情都是藤年华 希望他自己打算啊 这工业的工业这么发展啊 最近讲他是这个还准备上市吧 有什么挫折的时候啊 有什么压力的时候啊 这个就给他安慰啊 这个就是反映 反映所有的部队上的 交心啊 担心啊 就是这个应对啊 包括这个部队上 也是一起的工作的方法和传统啊 相互沟通啊 相互支持 相互安慰啊 他就像一位大狗一啊 像一位兄长 有兄长的安慰和鼓励 有员工们的鼎励支持 周海云迅速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计划 同时也积累了更多的实力 冲刺第二个五年计划 在下一个五年的规划当中 我们的销售收益 就是每年的增长 应该要按照三倍到五倍的 这个增长率来翻翻 那么我们预计 就是五年以后 我们争取做到 这个八值一百合一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 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产业点 这就是我们的 下一个五年的发展的一个规范 一天的忙碌生活又开始了 今天的日程 一样是排得满满的 自从接到省里 关于鼓励和扶持企业上市的文件之后 周海云就开始为公司 在创业板上市 做着各方面的准备 公司上市架构规划及重组 财务审计 企业价值评估及股权规划 向证监会申请审批等 周海云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学习和挑战 敢想敢做 胆大心细 分秒必争 百折不挠 弃而不舍 破釜沉舟 勇往直前 坚韧不拔 这就是一个退伍的武警战士 这就是周海云 也就是所有像周海云这样的人 才能创造出一个平凡人的神话 脱下警服走出警营的周海云 成功的开创了一番娇人的事业 从周海云创业的经历 我们不难看出 正是武警部队这个特殊的大课堂 为周海云驰骋伤海 编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这里 我们也祝愿周海云 能够拥有更加坚实的未来 同时呢 也祝愿所有在创业的战友们 都能够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神话故事 好了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中国武警节目 下周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